美国还有四只熊猫 它们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动物园 而分别是伦伦羊羊一家 它们的孩子是喜伦和亚伦 也是一对双胞胎 伦伦出生于1997年8月25日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名字叫华华 后来被台湾明星苏惠伦任养 改名叫伦伦 而今年伦伦已经26岁高龄了 羊羊出生于1997年9月9日 在四川成都基地 名字叫九九 后来被荷兰裔环保组织任养 改名叫羊羊 在1999年11月5日 仅为两岁的她们就为中美友好 伦伦和羊羊被选往去美国亚特兰大 开启打工生活 开始签了十年合约 后来又续了五年 再五年 就这样伦伦和羊羊在美国已经24年了 而她们的繁衍之路也是和美相铁 伦伦这一生不是在繁殖 就是在繁殖的路上 而现在和她们一起生活的 就是最后生下的双胞胎女儿喜伦和亚伦 她们比美相合天天还早去一年 明年也是她们回国的日子 一曲就是25年的青春 望她们以后的生活没有担忧 幸福生活下去 随着鸭鸭美